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6月4日,这是今天第二场独报点评节目,接着谈谈更多的报道和评论。 今天有很多的新闻,一条是14人遇难,5人失联,在四川一个国有林场发生山体大邦。 中共国务现在一片乱象,由于官员不是人民群众选举产生的,都不负责任,所以公共事件将各种事故频繁发生,一起接累习。 每一起发生之后,国务院就要下令救急部,应急管理部下结表演,表演完了以后,一切入固。 你看这个四川乐山金口河,官方发布消息,这是疯狂网报道的啊,6月4号的六十区,乐山市金口河区永胜乡,陆尔平国有农场发生高位山体垮塌,当地迅速组织一位80余人和14台专业救援设备开始搜救。 你看,每一次就开始表演了,保证就开始详细介绍了,政府官员积极负责任,勇于担当,奔赴第一线。 这个部门,那个部门来了很多,大忽悠啊,都是欺骗的。 180人,为什么以前他平常不能早早的打个提前量,能够把这些危险的隐患,就是把它消灭在梦芽当中呢,那就是平常不负责任了,是吧? 你像这种作业场合,我太清楚啊,这个是,应该是国有林场,林场里边,你比如说山体,有裂缝,有症状,有威胁,那就应该早早就应该采取措施了。 你看加拿大这个,你看一看,一发生一小起,交通事故,那警车才多的,一道一道的。 有的时候你看的都有点过分,但他就这样,他是什么呢? 关于是老伟姓一人一票选举产生的,你干不好,干不好,人家不选你,所以上了以后都非常认真负责。 你看现在大街上小巷,又到了选举了,我看,所以他选这个多伦多市长,我看到处挂些牌子。 市长的头像就放在那儿,就是因为咱们往往把精力就放在这个关注国内的新闻了,往往当地忽略了啊,其实身边每天也就发生这种事。 哪个地方一旦有什么苗头啊,有危险,人家警察早早就到现场去了,你就不用讲,人家发自内心的负责。 你看中共国现在,一期事故接着一期,这篇文章讲截止15点30分,就15点半,已经救出14个遇难者的尸体,又死了14个人,五人尸体。 你等过一会儿吧,你再看,就是更多的是讲官员怎么到底一些事救。 这一看就是一种表演,看了后十人生气。 你再看另一条消息,这个你看完也很生气,你说你找个什么人当市长不好,找这个人,这个名字太令人难受了。 叶牛兵当选陕西省西安市市长,因为这个地方是习近平的老曹,对不对,肯定要选一个习近平喜欢的人。 这个因为习近平他的妈妈就在陕西,是吧,他老曹也在这个地方,习近平刚从中亚搞峰会。 为美轮美奈,各无生平,刚得瑟完这个地方。 叶牛兵,你说你选个什么人不好,这个名字太刺激人了。 又牛,还有,叶牛平啊,又牛又平,又是习近平的平。 这个特别有趣,是巧合还是精心策划,咱也不知道。 西安市第17届人大代表会,人大第4次会议,6月3号,选举了叶牛平为陕西安市市长。 随身内容片,我查了一下,给大家看,这是内容片,就长着眼,内容片。 名字无所谓啊,平有,这个形象也无所谓,关键什么呢? 这个,为什么选这个人? 这篇文章讲呢,海外的媒体报道了。 这个是陕西新闻联播报道的。 这个,4月3号,日前,陕西省委决定,叶牛平同志任西安市市委委员常委副书记。 这个,李明远同志不再担任西安市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这个,那么叶牛平,叶牛平是做什么? 长期在广东工作,这很有意思啊。 广东不是胡春华和王亚的老曹吗? 他今天在这选一个。 2022年,七月任陕西省副书长,党组成员。 那么叶牛平是1967年12月出生。 那么60后了,对不对? 早期曾在广州工作,历任曾城市市长,白云区区长,广州市发给委主任,广州政府秘书长,办公室厅主任等。 17年,任广州市副市长。 那么17年12月,叶牛平任广东省接阳市市长。 19年任其阳市委书记,2020年任广东省委秘书长。 这是官媒报道的。 2022年7月份,他调任陕西副省长,党组成员。 官网显示,叶牛平分管事务呢,省民政厅,交通运输厅,省商务厅,省外事办,省港澳办。 负负责一带一路接手,自贸去事业方面的工作。 现在升了大官了,到了习近平老曹了。 这是肯定习近平的点头啊,说不定习近平让陈希精心选择了。 别看陈希从中组部退下来。 但他小兄弟李干杰现在接任了,李干杰是陈希的嫡妻。 习近平的李希,陈希是习近平的上下铺的室友,对不对,绝对够铁。 证明这个人肯定是,一个可能性,我个人猜测啊,别看他在广州,一个可能是习近平的母亲呢,两个地方生活。 一个是,据说一个是经常在陕西,一个是在广东省,深圳等等这些地方。 那么有没有可能是叶选平,有没有可能是习近平,习远平推荐呢? 或者他妈妈身边的人看好的啊? 另外一种可能性,有没有可能就是,这个长期以来都有政敌,他是不是胡春华的政敌,汪洋的政敌,在广东省,虽然在广东省有矛盾。 以前正道矛盾,讲不好啊,总之吧,反正齐这个人名让我看了以后感到就是反滑稽可笑。 又牛又平,现在的确是牛平时代,最牛就习近平了,谁斗过习近平,是吧? 这个看了以后,今天真是使人就是感到这个滑稽可笑啊,我们来再看看,还有很多新闻啊,更有趣的新闻。 那么今天看到的反映这个七年六四的,德国大自晚啊,这个大的动作,6月4号凌晨,德国大自晚发文点亮了一根蜡烛,给大家看看。 这是李老师不是你老师公布的啊,这个新的消息。 看见没有,你看一个蜡烛啊,我这个展示不太清楚啊,这平板电脑上面的,一漏就简了啊,因为本人不是一个组织啊,本人是绝对是独立的媒体啊,图法上吧,好了。 你看嗯,这里还有啊,刚刚刚刚刚刚在看的消息,欧洲在华时代,无惧锦致,纪念六四。 我们来看看它这个,上面有一张图很有意思,这张图看到是什么,哪里看的图在山顶上, le temps organizations上, 在山坡上啊,岩石上,有人写了无光64,给大家看一看,啊无光64,你看。 这很清晰了,说再介意一点。看哈,厉害,这可以一个山,你在山上。 我们来看看怎么回事 今天是六四34周年 在中国官方实体及网络上大力维稳 在德国、英国和欧盟驻中国使团 今天透过微博接力圣元六四 但不是被删文就是被删的留言 其中德国使馆率先上传了一部 黑暗中点亮蜡烛又熄灭的短片 理由不少中国网友惊叹 今天我看到很多推特人在发表了 这个消息 那么这是发光小山的报道 中央社今天报道说 此外除了每年六四周年动用人力实体推稳 维稳 中国日前传出短片抖音平台 通知网红及企业用户 不得在6月3号至5号这三天发表敏感内容 其中包括什么 坦克点蜡烛的表情 含义不明的数字 甚至排物体排成一排都不行 都是敏感的内容了 该报道综合中国网络讯息 对推特账号 李老师不是你老师披露 德国驻中国大使馆在今天凌晨09分 发表了一部长只有21秒的短片 画面一开始就是一片漆黑 随后慢慢地浮现一根点燃火光的白色蜡烛啊 这可是在国内 我跟你讲 在墙里就不是了不起的事 是吧 画面开始是一片漆黑 随后慢慢地浮现了一根点燃火光的白色蜡烛啊 但在影片的尾声 画面中出现了雪花的噪音 最后从归漆黑 全片没有任何文字说明个旁白啊 此处无声盛有声 是不是啊 根据网友们反映 德国大使馆这部意味着 道尼六四的短片大约只存活了十分钟 就被删掉了 看来这个菜鸟一派人是吧 已经瞪大了眼睛啊 在那看了 网警们都一个个胡适担担啊 明察秋毫 一旦有这个疑问 马上开始删贴 说尽管如此 发光今天这个字打错了啊 尽管如此 能有部分来不及在影片下留言的中国网友 选择在官方的置顶贴文下留下留言啊 就喜欢你这样的 加油以及鲜花手腕大拇指等正面质疑的图案 中国老百姓都知道 你回国 你说心里话就最不关心政治的人 你问到六四他也是很感动的 都怀念当年一些学生们 争取民主自由那些纪念那些学生们 他们都不会忘记那些名字 你想王丹乌尔开西 是不是啊 等等一些 甚至这财灵都记得了很多 我在国内你想 被文文的维文三年 06年我释放了 09年我在春 那三年我从来走到北京 最终北边我走到虎林 因为那时候我姑姑还还活着呢 我到虎林街看他 当时八十多岁了啊 那么南半我走到天涯海角啊 走到那个就是这个海南省啊 你想想 那个我这是玩海真的到处走 就一个人那些方便呢 反正是这么讲吧 一些朋友也多 说主要是新闻街的啊 所以大家都对我很好 我就看出了 深藏中国民间的 永不熄灭的火焰是什么 是民主啊 尤其是广东省 你去吧 那些真正秩序支持你 慷慨解囊的民营企业家 那时候也有钱 他知道你做了文子玉啦 这个反对中共的 甚至反对哪些官员呢 他们可支持的 我跟你讲 包括那些大老板 哎 他们因为他们认为 中国民主化才能保护 他们的财富 他们最愿意最喜欢 就有人能给他们 这个 这个 汤地雷 民运人士不汤地雷 异议人士就是汤地雷 冲锋陷阵 咱们叫民主的陷区 所以那个 到那时候你就知道 中共垮台 就是需要一个突破口 再发生了这个六四 我相信习近平就无法控制这个局面了 他就一路崩塌 他就跑了 我就跟你讲吧 我们来看这篇文章怎么讲 他说 在德国大使馆之后 英国驻中共大使馆 在中午12点13分 上传了中共冠名人民日报8964 当日头版截图 启动头条是戒严部队指挥部紧急通告 二条是旧部队进城 执勤受阻 戒严部队指挥部发言人发表谈话 没有任何文字说明 但这篇截图不久也被删除了 我估计习近平派这些嫡系们 刀副手边 李书磊 什么公安部 王小红 陈文青 这些人都举着大棒 大刀都等着 一发现这些不利的动向 马上删帖 此后 欧盟驻华代表团也在下午3点17分 透过微博发布了一张图 捂着耳朵 面对惊恐的人生画像 被留下 我们不会忘记 我们永至不忘那些铭记历史的人 这篇贴文直到发稿位置还存在 现在还存在 下方却有不少评论被删除和屏蔽了 其后则不断有新的留言涌入 多半惊讶 这篇贴文之间还存在 就现在还这个存在 有个人捂着耳朵 面对惊恐的人生画像 据中央社制约报道 据制约抖音的维稳措施 根据网络的信息 抖音6月1号通知各网红与品牌方用户 要求在6月3号到5号这三天 精致发布推广评论 转发所列出敏感图文的名单 其中包括坦克 点蜡烛表情 含义不明的素质 有年代感的老照片 成龙 谭永林 曾志伟 梅艳芳等香港艺人 含人群聚集 维多利亚港 天安门 颐和园 烛光 物体 联成一排等元素 此外 抖音在通知中 要求这三天内 转发评论点赞的数字 都不是敏感数字 可见中共非常恐慌 也就是说 大革命 这一场革命 我认为恐怕要来临了 因为自从六四以后 34年前 六四进入了民主运动被镇压以后 民主进入低潮了 低潮一点 不就是高潮了吗 这也负荷规律 我们再来看看美国真音的报道 美国真音的报道怎么讲的 华盛顿震惊事件的第六四事件 34周年这一天 就是死难属的家属 就是六四的天安门母亲 他们提了三项诉求 我在上个节目上讲到了 现在有个短片 就讲了今天 他们又来祭奠了 在北京的六四难属群体 天安门母亲上周通报 设在美国的中国人权网站 发表了纪念六四 死难者和一顾难属的记文 他们通过海外网站 因为他们会翻墙 记文写到34年过去了 对于我们难属群体来讲 当年一夜之间 突然失去亲人的痛苦 一场噩梦般 永远缠绕在心底 挥之不去 这个噩梦挥之不去 他说和平时期 政府冒天下之大为 悍然动用国家军事力量 这家手务寸铁的学生 和普通民众 制造了连世界震惊的世界 六四屠杀惨案 六四真相 一天不公布于宗 一天不还道于我们 我们为死去的亲人 讨回公道的心 就不会放下 那个时候六四的时候 同情学生人特别多 包括古开来同情学生 我非常有印象 那时候我在新华社 大连知识工作 我记得我还参加了 大连的游行 那时候走在清津瓦桥的道路上 我旁边是严平 严平在新华社 是小记者 那时候正好在那里工作 临时工作了一段时间 几年吧 那个时候记得 包括体制内的很多官员 同情六四 我怎么知道他就古开来同情 古开来回北京 回来以后是作家邓刚去迎接的 到机场去接他 因为他跟邓刚关系也熟 因为古开来话里胡哨 仿造江青也好 参与大连文艺界的事 长得也漂亮 也是高级领导干部的家属 你想邓刚当时是作家协会主席 大连作家这种主席 邓刚和我之间关系很熟 非常熟悉 他没怎么太有名的时候 我就曾经帮助支持他 因为我是编辑 他是作者 他是大连基地安装公司的工人 八级大工匠 长得很魁梧 那么他就迎接 当时我记得回来讲 就是古开来 见到他就讲着天安门的事 还挺激动的 讲这个 很同情学生 后来他们又变得 就是和共产党站到一起 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他这个家庭 他这个家族 他们都一条线了 是吧 只有镇压 维持共产党统治 他们能维护他家族的特权 所以他又变了 是吧 其实他们心里 有些人都知道 这个是不人道的 我相信他现在在牢里当中 他的感受就完全不同了 人就是这样 地理决定人思想情感 你看咱们有些同学 在学校的时候 我都接触 我那还有思想 民主思想 那不最后 现在都变成 这个统治者了吗 是不是 你包括现在 人大常委会 这个复原人王冬明 那是辽大的 他的哲学系的 我和哲学系的 王子强关系非常好 那不都他同学吗 是吧 那个时候你想 那个连级是聊大 中文系的 还办贝雷杂志 贝雷还为卫星声呼吁 我记得特别清楚 当时的中文部主任是 中文部教研室主任是 严玉达带个八角包 是吧 那个杂志出完了以后 因为上面提为 给卫星呼吁 结果被上级批评了 批评了以后 就是开天窗了 拿剪子给剿掉那篇文章 开个天窗 严玉达还表达不满 我讲都是真话 那时候连级是 就是办贝雷的主编之一 连级后来不就是 严黄春秋葡萄馆吗 是吧 最早是内蒙古副主席 我老上他那个宿舍去找谁 找那个石卫国 我和石卫国关系好 石卫国是我们知情的小兄弟 就是文学青年 文学青年那个圈子 当时有张江 刘准利 刘准利先过世了 张江后来 大任李长春办公室主任 你说这些人都是体制内的 年轻的时候都是有自由民主思想的 他为什么当了官都变了 地位决定思想 人就是这样 有些人就在正眼说瞎话 他心里很明白 这些残暴的这样民主运动 共产党沾满了系列劳动人民的县许 学政的县许 但是他现在为什么到这来 他自己当官了 对不对 习近平是一样 他为什么不学这个奖金 我学毛泽东 他现在是毛泽东了 他认为你要让你一些反对毛泽东 对他自己不利 自私造成 对吧 所以中国的问题啊 很复杂 所以很多人都把这些希望寄托在年轻一代身上 说他们思想活跃将来就怎么样 有的人是思活跃 等到了一旦他当了官以后 脸马上翻过来 你看看那个谁文化部部长 王蒙的 那都阻止不来 年轻人都属于这个 武器反右是受到这样的 对不对 深受其害 你看他当了文化部长以后 那也挺牛啊 我当时听了很多作家对他有一些 说他一阔脸就变 是不是 对他也是负面评价 唯有伟大的人物就是侯耀邦 当那么大的官 还是那么亲民 确实少见 你不管什么党什么派啊 你个人品格也非常重要 我就把话放在这 就包括现在一些搞民运的 真的有一天他回到中国当官了 他就不像他现在这样讲这些话了 人都在看到哪一步 如果你到那一步 你还能就说 走民主法制道道路 亲民 为人民服务 那就了不得了 确实像赵紫阳这个了不起 赵紫阳 胡耀邦 这确实厉害 有一些人呢 你只要当上官了以后 马上和以前不一样了 我就是当然在大学一毕以后 就没见到连级了 但是我现在想起他那样子 大胡很潇洒呀 那你听他讲 全是民主自由思想当年 那不是办贝离社那些人 我都熟吗 中文系列 杂志社那些人 哪个我不熟 我那时候就耗这些事 就思想比较活跃 就经常他们到 我是历史系 就篡到中文系 去找十位国 完全身边不对那些人吗 是不是啊 那些人现在后来在辽宁 省委很多人当了官 有的在纪委工作 我都不详细讲了 很多人 你想一想 我的同伴同学 一个室友 岁上下部李承鄞 现在是解放军少将 无胜利的政治秘书 我要是没有真正这个事 我感觉是这么详细讲吧 但是你现在接触他看看 我06年从监狱释放 07年在本系开同学会 咱同学会开会的时候 李承鄞就去了 一看就和过去大点不同了 当然他对我还是很好的 毕竟我和他是室友 但是只要一讲到敏感问题 讲敏感问题 只有我和韩文东两个 思想活跃 我一家讲话 有点不太激烈的时候 就李承鄞就说 哎呀呀 别别别 一定别乱讲 别乱讲 这就是同学会 谈谈同学的事 别别讲 别当政治 吓坏了 就人都是随着地位的改变 完全改变 当年他哪是那样 当年他事实上也很活跃 我怎么不了解 我天天在一起上课 聊大历史戏七八一半 我从来不撒谎 撒谎 我跟你讲 我这次录像撒谎完了以后 那很多人看都知道 是不是 我是讲什么 就是这个最最伟大的人应该是什么 你知道吧 就像蒋经国这了不起 真的 开放党警报警 李登辉 你看台湾历史演变 你共产党为什么现在这么害怕台湾 那哪是讲统一的问题 他怕统一的问题吗 俄罗斯这个前苏联的 他这国土让人占了一百多平方公里 他不心疼 他在乎的小岛吧 他是怕台湾民主的灯塔照亮送过大主啊 一照亮以后 谁选习近平啊 对不对 就他那个傻了巴基 小学生去啊 今天那个 还讲小爷子数 谁能选他 他担心这个 人是自私造成 对吧 是很大的问题啊 当然我今天撤远了 那么回到六四 他为什么不给他平反 就因为他平反他就垮台了 习近平就垮台了 所以这个六四的母亲呢 这些母亲确实了不起啊 他说呢 这个和平时期 政府冒天下子大为啊 他悍然这个动用国家军事力量 镇压守护寸体的学生和普通民众啊 制造了领全世界震惊的世界六四惨案 所以六四真相 一天不公主于众 一天不公道于我们 我们为死去的亲人 讨回公道的心就会放下啊 这是政治制度问题啊 不是哪一个人问题 说美国资因联系到了 天安门母亲运动队 发起人质疑就 由威杰女士 她表示 难使我们能让坚持该群体 二十多年前提出三项诉求啊 即真相 赔偿 追责 过三十四年真相都被查清 只有海外的这些 有的学生领袖啊 在不断地探索着真相 欢迎真相啊 我看吴仁华那个很好啊 那个书写的很好啊 赔偿更谈不上啊 一分钱也没赔偿 还是这样的啊 追责 追责你更是没有希望目前看啊 当然将来总有一天啊 不是要求他平反啊 是要求对他清算 所以共产党垮台的就要就要重新评价六四了 把真相 不仅是六四 还有新冠新冠死的人更多 对不对 你看为什么武汉现在总出事啊 这不最近又出事了 这个游行示威活动又开始了 为什么你看今天新华社有一题 这个人大李洪总跑到湖北去 忽悠去 为什么你看人民日报今天有一题 大家都没有没有注意啊 搞了一个活动点开看一看 人民日报怎么发表的啊 你看出席中国共产党的故事 专题对外宣传会在湖北专访参访 他不用到湖北去 中国是现代化为世界发展提供重要经验 有一个会议出席中国共产党的故事 专题对外宣介会 外国人是在湖北参访 他不用搞到这个地方来 就这个地方的老百姓对共产党最狠 他过去就是新外革命的一个发言地 对不对 武昌企 又新冠又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白发革命不是也在这了吗 在大列和武汉两个地方吗 对不对 所以这个他看到问题 就共产党他的信息很灵通啊 他从情报系统知道这个地方 有可能发生革命 发生一场这个反对中共统治的一场 一场这个群众运动 甚至是起义和担心呢 所以他搞这个名堂 讲好中共官党的故事 讲故事 共产党现在就称了讲故事了 我跟你讲 这是虚假宣传 其他什么没有了 老百姓恨得咬牙切死 你说哪个不是吧 你看现在这个世界 一起接了一起 搞个演唱会 又出现一个女生跳出来 展示美国国企 独立学员 那啥意思啊 对不对 就表明中国的老百姓 现在是想往前走 学习美国 学习加拿大 民主自由 宪政民主 新闻自由 言论自由 对吧 那司法独立 你可以看现在社会的动荡啊 他这里讲到了 这个 回到六四 他讲到的 并 并向至今冷在关注六四世界 和难所的各国政府 国际媒体 人权团体 和各界人士表示 忠心感谢 为人们没有忘记 中共企图磨杀 篡改这段 惨疼历史感的行为 特别注意到 日前在纽约开幕的六四纪念馆 从香港大学 校园 移到德国 柏林的国商资助 和在台湾上演的香港 原创这个舞台剧目 缅怀六四的 5月35日 等等 这是美国斯音的文章介绍 美国斯音的文章讲到 尤其介绍了 这个尤维杰 尤维杰 政府不知欠 反而监控难受 因为习近平 现在是大倒退 对不对 他的镇压 比任何的领导都残暴 都更加的严厉 尤维杰告诉美国斯音 34年来上人民开枪 制造六四残案的人民政府 没有向成千上万的 越南者家属表示 歉意 没有赔偿 他说 没有任何质疑的 没有任何质疑的一个残案 到现在都没有来自政府 哪怕向我们道歉 向人们忏悔 我内心是挺遗憾的 说尤维杰指出 中共当局还严厉监控 丁子林 都年龄大了 张先凉等 耐索 使他们无法接到外媒 打来的电话 他说 外媒的电话 我们接不到了 所有的电媒电话 都没有接 丁老师 他曾跟我讲过 他有些境外的朋友 好像也找到了电话 只是极个别的电话能打 其他电话打不进来 中共很容易控制 云计算 什么互联网 大数据 共产党利用这些科技手段 不是往前走 给老平自由 反倒是加强控制 为什么美国和他翻脸了 为什么美国要转变国策 为什么要围堵 原因不在这里 人不可能再帮助你 帮助你以后 是希望走向民主 现在是大倒退 是不是 所以美国彻底翻脸了 最后自由世界和威权世界的一个大决战即将来临 但是六四这些母亲们还很善良 还得希望中共给他们道歉 这是不可能的 他们最后垮台 人的情统清算他们 对吧 过去30年来 中国官方在公开场合 对当局采取了六四镇压 这个果断的行动先有提及 而且说法前后不一 由最初是平息反革命暴乱 这是邓小平那时候 强硬 是吧 到了这个后来变成政治风波 就胡温时代开始 自己感到就是说 这个不那么自信了 是吧 改了 开始更具有欺骗性的世界上 改成政治风波 2018年末 在一份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 观传文件中 对六四世界的表述 再现了反革命暴乱说法 那就习近平上来以后 习近平成为毛泽东了 他认为要重新改写这个历史了 对吧 习近平他搞出证明 这也显示了中共灭亡前最后的疯狂 他又开始这样子暴乱 这引起网络热议 21年10月 19月六中全会通过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 重要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将六四世界惨案 轻描淡写的描绘成 描绘成了大气候 和国内小气候 导致一场严重政治风波 而党和政府依靠人民 旗帜鲜明反对动乱 捍卫了社会主义政权 维护了人民的根本利益 反正不管怎么变来变去 共产党本质它没变 对不对 到了婚时代它稍微降了点调 这就表明什么 表明这场运动啊 到了今天这个啊 冷然就是说这个有可能 啊演变成二次的六四 因为社会矛盾没有解决 反正更加激化了啊 这篇文章讲说 天安门母亲敦促西方 这个官方公布六四死亡者名单 由于当局刻意隐瞒淡化 并将天安门事件和89年 民主运动设备紧记的话题 说六四以后出生的90后 06后年轻人 对民主运动血型镇压 只字甚少啊 就确实他们都不知道了小孩 你现在问小孩都不知道 小孩就是知道小孩 也不关心这事 小孩关心是money money money 钱钱房子房子车车车 你我接受了好多 你包括到这里来 他也是一样 在自由世界他也挺烦玩 他为什么 因为他年轻很容易被共产党欺骗 共产党就靠这东西 把人的这种热情啊 关注度啊 这个热点都吸引什么 经济领域的 让你们忽略这政治话题 因为你要研究这个东西 他不就垮台了 他是个政权的问题啊 在共产党反动的本质决定的啊 那么这篇文章就讲到了 这个很多目前眼下的 纪念六四的一些情况啊 这篇文章讲说 死于人民解放军枪弹和坦克碾压的学生啊 和平和民众人数 至今都没有确切的说话 官方宣布的死亡数字 和多方估计的数字 从200到6000不等啊 尤维杰告诉美国这一言 天文母亲经过长期努力 在身份不义的情况下啊 寻求又是真相死难者亲属的信息 他说目前有名有姓的 找到了203名 才找到了203名 我相信总有一天 这个真相将全部付出随便的 你不要忘了 这件事没完 还有这个就是新冠啊 对不对 新冠死的人多少 到现在为止也是没有真相啊 这说明什么 说明共产的共党的残暴统治啊 他这个制度行为啊 只有他彻底垮台以后啊 他这个建国以来 所有的他镇亚烙为止的真相 才能真正的展现出来 到那一天 你才是大的清算 我相信这一天已经不远了哈 关于这个文章的下部内容 没有完没有谈完啊 我在下个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 新色界